我觉得过人的地方 像我说的刚才有一点 我觉得是他们三个人 让我觉得特别敬佩的 他们的宽容度 就是他们都是以戏为主 以这个戏怎么好看为主 大家去在共同的想办法去商量 而不是说在这个戏里边 我需要让自己更加突出 去更多的展现个人的魅力 所以他们会教我很多方法 会跟我说怎么演这个人物 是更好的 给我很多他们成功的经验 然后让我能够一起分享 然后让我这个角色 也能变得更好 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戏才更好看 这个我觉得是 真的我觉得特别难得 难能可贵的 就是这三个人吧 这一次其实大家在戏里边 都能看得到 其实叶哥是一个特别突破自己的一个表演 他的那种幽默感 其实之前在生活中 肯定是我能够体会到 但是从来没有在拍戏的时候看到过 而且这次我觉得他 真的是把自己打开了 我觉得是他的其中的一个面 就是他性格中一个面 可能之前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他忧郁的感觉 那种感觉的东西 但是这一次他把这一面让大家看到了 然后他特别像孩子那一面 而且特别 特别的 不拘小节 特别的放肆在那个料理店里边 反而这次出来的效果 我觉得大家肯定会特别喜欢 而且特别嗨 哭六娱乐北京报道